大家好,歡迎來到快樂客廚實驗室 我是小林同學 今天分享給大家的實驗就是 很慢用的卡士達醬 就像我們的奶黃餡 這個醬汁很容易做 超級簡單 它可以應用在很多不同的麵包和甜點裏 大家記得學起來收藏它慢慢做實驗 真的超級簡單 它的用處很多 喜歡做甜品麵包 蒸包的都用得著 大家欣賞一下 我就不再說太多了 我的文字寫得很清楚 大家仔細留意一下 在這裡有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在煮上大家可以自我控制濃稠度 喜歡軟滑一點 就煮到我這個狀態就OK 如果喜歡稠一點 你就煮到它濃稠一點 如果你想可以有搓到圓形的狀態 你就要煮久一點 看看大家可以應用在哪裏 而去控制濃稠度 好了,很簡單的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